現在在工作非常忙 正常忙到晚上10點11點 才能夠好好做出來吃一頓 這樣子會出什麼問題 吉成哥 問意思 我有一個印象很深刻的那個病人 他才38歲 他本身是在夜市裡面賣飲料 你知道我們在做夜市這些人員 很辛苦 因為他們就是下午幾 他們晚上 他們或早餐會睡比較晚 因為晚上很晚才會收工 他們都會故意就是 起床之後晚一點吃 早餐或中餐晚一點吃 讓下一餐是宵夜 就是他們要收工的時候 因為這個賣飲料的先生 他旁邊是乳胃攤 另外一邊是鹹酥雞 所以他們三個會互相交流 就是大家要吃 那個是四個 那個是四個 對 藝人粗一點 那就是白滿 我們三胎跟一起坐下來 我們三胎就開始 所以 為什麼 他就這樣子 吃下來 所以有一天晚上 他們也是一樣 三個都收完 在那邊吃吃喝喝 結果這個38歲的 他的體型大概是兩個成哥 又是兩個 我真的這麼好 我真的這麼好注量標準 他被送有過 他被送來 那時候他是胸痛 痛到冒冷汗 那個賣淫素機那個時候 所以我爸就是這樣走 所以就趕快幫他叫119 把他送到急診室 來的時候他是即興行情變成 體育若食 到不然三條血管都堵住了 心臟的三條主要血管都堵了 所以就活了嗎 那一個人 那個後來血管通了有活 就是這邊我要分享一個案例 這是出賣一下我的朋友好了 對 他是一個 本身是個牙醫師 是 其實你知道牙醫有時候就是 如果無診看完 到晚上如果是人有預約的話 就是有些 譬如說他要直牙或什麼 有時候那個中間休息時間 是比較短的 所以他有時候晚餐 他可能就是會很 很隨便的就吃一吃這樣 還是就繼續工作 他一直以來都是有這種習慣 有時候晚上 如果有遇到那種拔字池 很難拔的 其實也很好體力 他們每次就是結束完之後 大概 大概都到9點或到9點半就結束 所以他其實都有習慣就是說 我一定要吃宵夜 對 跟晚餐 因為其實雖然自己是醫生 道理也都知道 可是畢竟還是人 我們還是會有口腹吃力 我們還是要吃東西 所以他還是都是這樣吃 但是他可能會就是吃 比如說像乳味 或者是偶爾吃鹹酥雞 或者是一些鹹水雞這種食物 可是你也知道這種是一種 怎麼會你一講完就餓了 吃得好 對啊 不是 鹹水雞 對 因為其實他就是 妳要罵211 其實 你也知道因為會造成一些狀況 也不是說是一天兩天造成 這已經是比較久的一個飲食心態 所以其實醫生自己本身也都知道 想說好像 因為他會發現每次睡覺的時候 就是自己都會胃酸逆流 對 這次會 對 他其實自己也知道 所以偶爾就是會去買個胃藥 可能就是自己吃一下 一定搞定對不對 對 就是可以緩解一下這樣的症狀 可是其實應該這麼說 因為有時候我們如果忙完 再吃的時候 其實都會建議大家 就是吃完東西都會建議 至少四個小時之後再去躺著睡覺 不是三個小時 我覺得是取個平均值 因為像譬如說你是吃澱粉的話 就單澱粉大概就是 消化時間大概兩個小時 蛋白質就大概四個小時 有油脂的話就大概六到八個小時 那這麼久 對 所以其實就是取個中間值 因為你如果都只吃澱粉也不太可能 因為你一下子又容易餓 所以你會餓心 又會吃東西 對 那麥粉 對 所以會吃一點蛋白質 那其實像她自己啊 因為常常有這樣的狀況 然後她就是都躺著睡 結果後來呢 就覺得好像就是怎麼不太對 後來說還是去看一下 那個專科醫生好了 結果後來發現 她檢查出來 她其實就是有食道潰瘍 食道潰瘍 也是因為食道膩的關係 對 所以其實這個重點就是 要特別留意 就吃東西要 隔一陣子時間再去躺著睡著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想要問營養師 因為我發現啊 每次只要吃完宵夜的時候 隔天起床的時候特別的餓 你們有發現嗎 有 可是明明前一天都吃了很飽 有 同感的舉手 對 可是為什麼起來還會這麼餓 一般來講的話 如果說吃完宵夜 隔天起完會容易餓 可能是你吃完宵夜之後 晚上可能刺激到我們人的胰島素 就增加分泌 結果就血糖就降低了 就開始會肚子餓 可是我臨床上 我的病患剛好不是這樣子 因為很多人都是晚上 很晚回家才吃 那當然 都很多那個胃燒膩油的病患 他們自己都會買藥吃 都是吃到沒有效才會看醫生 那一般來講 你們吃的藥是什麼藥 是智酸劑 可是胃燒膩油 它不是胃酸單純的問題 它是整個噴門鬆掉的問題 所以會發炎 發炎會癌症對不對 那種不是胃酸的問題 而是食物刺激到我們的食道 食道黏膜造成慢性發炎 久而久之就會產生 我們所謂的 那是一種細胞的一個改變 細胞改變 這種細胞改變你是不會痛的 都是在檢查的時候 無意間切片發現 所以說越晚吃 容易得到一個食道的病變 那怎麼樣控制自己的體重 其實也是很簡單 第一個就是說 不要讓自己餓 就像宋醫師講的 你要有足夠的油跟蛋白質 你會不會記得這一點 你吃的 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 根據哈佛大學的研究 我一樣允許你無限制的 呈這個裡面的東西 可是只要越大的碗 就會吃越多 對 這越容易 我馬上改 我馬上改好不好 所以要用小一點的碗 我好喜歡大碗 對啊 第三個 吃飯開始的時候 湯有很多的功能 第一個 一碗湯灌進去就把胃撐一下 抑制這個飢餓的感覺 OK 第二個 湯裡面很多水 所以阻礙你對於蛋白質的消化 所以你的胃 滯空時間因為也留更久 所以你更不容易餓 那最後呢 要記得 因為魚在研究裡面發現說 你吃魚的話可以產生瘦素 會讓你的 對 讓你比較不容易 對 是不是 瘦素啊 對 是胖瘦的瘦的瘦 對 胖瘦的瘦 魚有瘦素 不是 它會讓你產生瘦素 所以它可以幫助你控制體重 這一點在包括 在很大規模的那種 民族研究裡面也發現這一點 就是說 同樣的熱量攝取 裡面如果魚存在的話 它本身的胃口會被削減 吃東西的順序 除了先喝湯之外 我們還滿常建議大家 喝湯完之後 先吃蔬菜類 再來吃蛋白質類 最後才吃澱粉 因為其實現在 我們都強調澱粉 其實不需要吃那麼多 除非你馬上要去運動 或做勞動的動作 你才需要澱粉類 因為澱粉類會馬上變成血糖 讓你很有動力 可是大家幾乎都沒什麼在動 另外就是 現在很多人都太忙 通常我都會建議大家 很簡單 便利商店就買得到 地瓜 蛋 香蕉 或者是蘋果巴的這種水果 還有剛剛說的 其實這些都是真正的食物 對你來說是有營養的 而且你又吃得飽 再來就是對減重也都有幫助 不好意思 那個豆漿拌糖可以嗎 微糖 可以 就是如果你是越早 越早上 那就可以有一點糖 不好意思 你笑什麼 我笑的時候你拌糖 我以為你要拌很多糖 因為這些東西便利商店其實都買得到 我會建議大家餐和餐中間的間隔 不要太長 因為很多人就是減肥 他就想說早上我就要吃少 中午我也吃少 就到晚上受不了的時候狂吃 跟剛剛那樣 因為這樣其實完全 完全達到反效果 這些都是在打動的 希望前面白天的時候 你先吃得比較飽 那晚上其實你就不會那麼餓 這樣 然後有些人餐和餐 兩餐之間間間隔到八小時 那都太久 間隔大概四小時就差不多了